成长了,但是我说他的家里人我看得很心疼,我知道他做错,但是我觉得他成长,你懂吗? 但是我觉得很欣慰耶,那件事情他生死错误啊,我自己开心,但是又很心疼,你能够理解到我很心疼的感觉吗? 心疼是为什么? 心疼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家里人面对这样多言论的言论,然后 就是面对言论觉得很心疼啊? 面对所有的anything的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还这么有勇气啊,去承认这个错误,跟诚心的道歉啊,我觉得很不容易啊 所以我不懂你们女朋友那种心疼吗? 我不是觉得他委屈,你懂吗? 不委屈是很心疼他而已 阿水在这里跟你道歉不是,因为上次我讲出很不好的语气,对待老人家你们,所以今天谢谢你们的道来接受,拼欠接受我的道歉 阿姨我在这里跟你讲声对不起,拼保证改自我也不会再重复这种没有礼貌的原因来对待老人家 连阿姨你从基隆博下来想要品尝我的留言,阿水的留言,让你失望了,所以对不起阿姨 感谢阿姨在这里接受我的道歉,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接受,我们已经和解了,我们接受了,没有事了 对不起啦,谢谢啦,这个也是五分了 好,然后我们以,我们陈奕送出1000公斤的榴莲,至于陈先生的何家 因为,陈先生的何家的名义送出1000公斤的榴莲 知道,能够体谅阿 是是,是,所以我们把这个不好的事情,做成善事好不好 是是是是,然后要对于我们发出的律师信 各位媒体,各位记者,我是当事人Alex 首先我先要陈述的是,关于律师信的问题 因为事发当天,我没有表明自己是当事人的家属 所以才会导致下面的有这些误会 所以老板有话要讲吗 是,啊,就是我以为Alex是局外人,连并且有,有,有怀疑 当初有一刹那怀疑是我的同行,来主要打击我的,打击我 所以我一一心就想说,不然我先发一个律师信 看,看警告,看有什么,什么效果 然后,并且维,维,维护我的肖像跟我的公司啦 所以我才发出这封律师信 当我知道Alex是局内人的时候 我就立马联系Alex,聘解道歉 跟他解释一切 连我们他的两位阿姨也接受我的阿水的道歉 所以才平息了这些风波啦 所以我也希望广大的媒体跟网友们 高台贵手啦 您也聘解 谅解 跟接受我们的道歉啦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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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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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